我們來到Aktos這邊 看一間單邊的排屋 這裡旁邊有一座地 然後這間是特別大一點的 雖然今天天黑一點 但我們都可以進去看 前面呢 前面就是這樣 有個地 看完之後我們就去這裡 門呢 就Single Lock 就算是好吃的 這個是應該 這些是木門來的 一路進去地毯 樓梯上面一站才上去 那個廳呢 你看到是特別大一點的 因為它外面那棵牆是出去了 所以它整個呢 這裡就比較細一點 所以它不是長方形的 整個地毯是很好 放了一個很大的花椅 都其實很多位 它電箱 Gas Meter 就是這裡的 Gas是新的 新整上去的 長身呢 就不算說最新正 不過就不需要怎樣去整的了 那個廳呢 是很廣闊的 又是那裡放了一個很大的花椅 這個挺漂亮的 這個很正 這個做得挺好 那 那 後面廚房呢 都是很漂亮的 紅色圍著 紅橙色 那這裡後面呢 就有一個 那個Storage 都很深的 這個Storage 那 又拍照很多 出到去呢 就 後院的 情況呢 我幫我 差點先出去 那裡 那裡呢 就漂亮了 那 細細細細細的一個廚房 整組的廚袋 都在這裡 爐頭呢 都是我新的 呐 持本也是 等於 那裡呢 就應該是 一些 手衣機 啊 雪櫃啊 和一個 冰櫃 那樣 所以放進去 都不太覺得 我關不住了 沒關係 留給人幫忙 外面看到其實很小 只有一個小鴨 我肉眼看到 但是都沒有什麼 不過骨頭位是關了一些草 所以這個可能要清理一下 而且旁邊有幾棵大樹 所以如果去秋天 這裡一落葉 我想這裡就很厲害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為什麼會有問題呢 就是這些去水位 不過這裡反而OK 因為這裡沒什麼草 所以都常算OK的 又不是很大的地方要掃葉 好 那我們上上面看看 我們上到這裡 Hallway這個位置 OK的 地毯是不錯的 洗手間 是很豐富的 Boya 就在這裡 Standard的Boya 浴缸 企缸 都是 Condition 是不錯的 Tile 地毯是很豐富的 地毯是膠直的 也有很多空間 這裡有很多空間 至於房間呢 這間是中房 但也很大 兩個星光盆 後面的感覺就看不到 因為今天比較黑 地毯、長身是不錯的 全部都是Double Glazing 還有這個窗戶 我檢查一下這邊的濕度是否好 正常的濕度 都是OK 正常的 去到大火 大火其實都差不多大尺寸 因為那間是有一點延長的 延台位置和這個長身 我們也有檢查一下這邊 Use OK 還有這些位置 這裡就反而比剛才的高了一點 Use OK 這裡 這間屋是會有少許滲水的現象 出現的 不過 不是說真的滲得很厲害 只是十嵐就算OK 不過去這間屋 整間屋的 屋身、私領 都不覺得有發霧的現象 所以應該它都保持得不錯 整個組合很大 打了一個很大的雙眼蟲 其實也有很多空間 這個屋圍 其實也有可能 可以再做多個 桌子上去上面 所以也不是太差 好 上面環境就是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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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